大家好,我是宇哥 就是那个兴趣广泛 什么都爱专业一点的宇哥 我在香港,办公室里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topic topic就是 为什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对海外资产配置的需求会更加旺盛 为什么呢 其实呢,为什么大家有做资产配置 为什么要买保险 其实呢,都是规避一些风险 尤其是比较重大的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在每个制度下都会存在 自由社会有它的系统性风险 社会主义社会啦 专制社会啦,也有它的系统性风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怎么来分散自己的资产 让大家分散自己的风险 这是一个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尤其是高净职人士 更会考虑的事情 尤其是最近 大家也都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说,约是让大家觉得很悲观啊 很难过的事情呢 事情过后,其实大家的风险意识都会向着提高很多 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啦 只要这个事情过去了 心里有一点艰辛 就是比较坚定的信念 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生意 会有很多的客户来找你做资产配置的 共课时间 A4E王牌家族与你一起共行 A4E王牌家族与你一起共行